买金牌 午安 欢迎收看板田战法 额 睽違十九年 十五年 睽違十五年 那台北股市今天最高看到了一万零两点 一万零两点 这是睽違十五年以来 这让我想起说 在十六年前 大概那十五年 那时候是一二 大概一万零两百六十八点 或一万零两百点附近 那时候我记得 我在十六年前 我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我开始当老师 那时候我就开始做分析的节目的动作 那回想到那个时候 现在万点 我跟各位讲了几个现象 第一个 只要每一次收盘的时候 那个券商有一种叫VIP室 那你们就很多的贵妇VIP 只要一到收盘 大家一定都是去吃东西 那个餐厅定了位置 都去吃东西 山珍海味 鲍鱼龙虾 喝汤撒精粉 我真的不夸张 可以用这样子来形容当时的景象 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券商 我们讲券商 都是人山人海 你看很有意思 我今天突然看一下就说 在台北股市我记得上万点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说如果上万点的话 那个证券股一定都只有一个答案 都是涨停的 可是15年过后 发觉这个结构都不一样 当时我们看到说 在大盘这个阶段当中 可以看到说 整个的一个下了班之后 股市收盘完之后 哇那个餐厅定做真的是满档满席的 然后证券股都是涨停的 然后呢到了那个所谓的证券商的时候 营业大厅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真的确实是人山人海 可是15年后你会发觉 这个大概是由 我有史以来从事这个行业 我今年是当第17年的老师 我大概讲了17年 我觉得这是我所看到史上 最冷的万点行情 当然只有跟结构有关 过去我们看到都是散户当道 那1000亿的资地里面 可能有700亿是散户 有300亿是法人基金 可是现在好像有点颠倒过来了 如果各位在看1000亿里面 有600到700亿是属于那种法人资金 然后200亿到300亿 300亿到400亿是散户 可是现在这几年 你会发觉又不一样了 外资投信自营商这种法人 哇他可能就占了70% 散户可能不到20%到30% 所以他结构一直改变 但是结构变 趋势他还是照趋势者 各位为什么我今天先一开始 都跟你提及到说 15年前16年前 我提及到说为什么这个地方 市场的活络人山人海 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 那为什么告诉你说 这次登上万点的时候 我的看法会跟以前不一样 因为以前那个人气充足 你闭着眼睛把眼睛遮住 赶快买股票都能赚钱 现在不一样了 今天看看我的标题 我待会拿试试给你看 我写说逢高调节 逢高就调节 各位拉回再找买点 拉回低接 万点的行情要调整动作 好我再讲一遍 我的解盘很清楚 过去以来我一直跟你讲趋势向上 我一直跟你讲做多的 那现在我也是跟你讲 趋势向上做多的 可是我要跟你讲说 你要逢高调节的观念 只要急涨急拉 股票涨得够多了 你一定要懂得去调节 然后拉回的时候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它还是一个多方架构 那万点的行情 你要调整动作 好我基本上 在这边给各位看两个符号 拿两个符号 过去我一直跟各位讲趋势的理论 我一直跟各位讲趋势理论 趋势它总共分三种基本方向 一个叫做上升 一个叫下降 一个叫盘整 趋势就这三种方向 一个叫上升 一个叫下降 一个叫盘整 各位什么叫上升趋势 我先跟你解释一下 这个叫做上升趋势 这个就是底部一波比一波高 然后高点一波比一波高 低点一波比一波高 那什么叫下降趋势 就是高点一波比一波低 低点一波比一波低 这个叫下降趋势 什么叫做盘整格局 就是它有一个高点 有一个低点 高点叫压力 高不破压力 低不破支撑 在这区间盘整 那台北股市 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行情 各位来看 我给你先看这张表 你大概就知道了 如果我们比对一下 比对一下这个趋势当中 有三种 上升下降盘整 这个叫上升 这个叫下降 这个叫盘整 好各位请问你 这是什么趋势 你不要睁眼说瞎话 你一定要很认真的去看 这个叫做上升趋势 我最近这几天碰到一些老师 或是碰到一些投资朋友 打架来问我 或是碰到一些放空的人 请求我帮忙 那其实不管是放空的老师 放空的投资朋友 后来打架来找我帮忙的人 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怎么办 空单该怎么办 我想过去以来我一直跟你讲 顺天者仓逆势者亡 各位你如果真的要做股票市场 你一定要顺势去操作 这盘我跟你讲得非常清楚 它是一个多方架构 哪怕今天台北股市 如果出现开高震荡走低 我还是跟你讲 这是一个多方的趋势 但是我要提醒你的是说 在这个阶段 你看我今天讲得这么清楚 我说当你看到台北股市 只要触碰到万点 只要站上万点我都会提醒你 你逢高一定要懂得调节 你保留一些资金利用拉回的时候 再去做承接或是高基期的股票 你做获利卖出转向一部分到基期期的股票 那万点的行情调整动作 一定要非常明确 各位我先给你看一个资料 今天我们看到了金管会的主委 曾明中先生所讲到的 他心中是没有指数了 他心中没有指数了 那只是还是看好台股的基本面 那过去可能真的我也在节目上常常批评 那我就说 其实当一个政府的官员 对股市不要说任何的话 你就去查内线交易 你把交易制度变好 你把股市环境变好 这就是你的责任 不必对股市下指导期 如果对股市下太多指导期 股市的期许 投机的力量没有存在的时候 股市是如同一滩死水 那可能在最近有听到吧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我们是给予他掌声跟鼓励 那另外一位部长是张胜和 这也是很喜欢对股市发表的 我其实觉得说官员是对股市 最好是不要讲任何的话 但是他今天发表就说 他的意思是讲说 这跟过去不一样了 这次散户都没跟 那这个大盘跟过去不一样 那散户如果说都疯狂了 那股票市场很容易泡沫 那这次跟15年前不一样 这个我们都给予肯定 但是基本上最好是不要做一个 所谓太多的说明会对股市比较好 让大家存有幻想的空间 存有投机的力量 存有期许的一个梦想 股市才有更好的未来 但是各位我要给大家看什么 看这个东西 这个叫做八大关股行库 这是什么东西 这是政府的基金 在做买卖的每一天的动作 那红色的部分是什么 红色是代表指数的位置 比如说当时在两个月前 一个月前指数在9600 一个月前 这样是一天这样一天这样一天 比如说在2015年2月24号 有没有 2015年2月24号 那天指数收在大概9650 到了3月9号的时候 指数最低到多少 9503 有没有 9503 9508这附近 有没有 好 在这地方就这样指数这样一天一天 红色是代表指数的位置 昨天是不是在9900多 对不对 9913 9915这附近 有没有 今天是不是曾经有到万点 好 各位重点来了 这是前一天 前一天政府在这个地方卖了72亿 礼拜四政府卖了72亿 这是昨天上一个交易日 就是礼拜五 政府卖了81亿 所以我做了这么久 老师也很少看过说 怎么政府会这么狠 债券卖这么多 那我只能这样跟你讲 当然高调节 高调节 未来拉回的时候 一样 政府秉持的是低买高卖 你看到过去 我们看到台北股市 在前几年的时候 你会发觉 我们可能会听到说 这个所谓的邮政劳除 什么劳保基金 邮政基金 都有亏钱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这几年 政府的基金全部都赚 全部都赚 那为什么会造成这现象 因为资讯不对称 他们买了 也许后面释放力多 涨起来他们就卖 大盘坏了 他们低接 低接告诉你不要怕 外资没有汇出去 行情又涨 涨了他又卖 所以就这样子 与民争利这样 低进高出 低进高出 所以这两年看到两个现象 第一个外资跟政府 一直在赚钱 外资跟政府一直赚钱 但是谁赔钱 股票市场一定是这样子 有人赚就一定有人赔 当政府跟外资赚钱的时候 就代表什么 散户跟主力赔钱 好如果主力赔钱不去玩了 他跑到大陆去了 资金外移了 去赚大钱了 台湾这股市 没有了主力 就没有波动的空间 没有了波动空间 散户就不玩了 各位今年可能大家觉得说 指数都上万点 每个人都应该赚钱 因为创15年新高 不然 为什么叫不然 因为在这个地方 所涨的都是 外资法人的重型股票 全资股 很多人股票 事实上还是套牢的 所以我必须跟你讲说 很认真的负责任跟你讲说 未来的台北股市上万点 只要记住我一句话 逢高就卖 你只要是涨多的 你只要有赚钱的 我会建议逢高就卖 但是如果碰到大盘 拉回量缩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买进的动作 我讲我虽然这样跟你讲 我还是很清楚跟你讲 这是一个多方架构 但是我会告诉你操作的要理 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多方架构 那为什么逢高要卖 我刚才已经给你看过了 这是百年难得一见说 政府单日卖超 还有几乎接近百亿的 这真的 你如果不相信政府 到时候航行下来的时候 就是说 他当然趋势还往上 可是我说大涨小回 将来拉回的时候 你会发觉原来高卖 会卖到高点 我大概会举我自己的实力给你看 在最近我在逢高卖的股票 到今天 那个高点跟他现在股价差在哪里 我会拿我的证明给你看 所以我说 上万点的时候 我会提醒大家 逢高要卖 拉回要低接 万点行情 一定要做好调整动作 如果你认同 而你真的又不会做 那节目中广告知情专件 你可以来找我 我很乐意帮忙 那这地方我先跟你讲 纵使我跟你讲 逢高卖逢低接 并不是叫你去放空 因为这还是一个多方的架构股票 为什么多方 因为它是法人盘 怎么说它是法人盘 各位看这个地方 在礼拜五的时候 价涨115点 融资减少11.2亿 融券间增加了21813张 你看最近都是融资减少 融券增加 法人买 外资上礼拜五买了464亿 这是史上的第二大买超 第一大买超 我印象中是579亿 这是史上第二大买超 所以它告诉你什么 当价涨肢减卷征 法人买 这就是一个法人盘 我一直跟你讲 那个筹码是从散户丢给法人 法人就锁住了 指数就金金涨 我一直跟你讲 所以我过去一直讲说 放空投资真的听我的话 这个趋势结构都没有改变 但是为什么 我接下来告诉你万点以上逢高就要调节 然后拉回在低阶 因为会出现什么样的现象 然后在这个地方关盘的重点在哪里 我想下个阶段我会持续的 跟你做非常清楚的解说跟说明 同时再给你看看 过去从周线的角度来讲 现在量价被离的严不严重 再从月线的角度来讲 跟你讲说来到创15年的新高 来到挑战创15年新高 那么接下来会发生哪些事情 我想这些你都必须去学习 你都必须去了解 这是躲不掉的 所以最近的行情只要记住我讲的话 我很清楚跟你讲 从一路喊多以来 我没有做过任何改变 但是上万点的时候 我会很清楚提醒你 你一定要逢高调节 拉回低阶的观念 万点的行情调整动作 一定要更为明确 如果有需要帮忙的人 认同观念的人 节目中广告自行专件 欢迎打电话进来 那么实业关系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下个阶段回来告诉你 更精彩的 更多的实质内容跟内幕 我们休息会 马上回到现场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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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恨你 爱不只是 我只是一句 我爱你 而是保护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 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冬天一定要做白雪公主吗 金黄色蓬蓬香芋乳 中性无灶碱 温和滋润 减少肌肤脱血 舒缓干燥 每寸肌肤嫩嫩又蓬蓬 做个真正的白雪公主 蓬蓬香芋乳 我爱你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有吧 嗯 太欧北大哦 正光金丝高 不寒得非你 不伤肝 正光家味金丝高 更有效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就任性的做天然控 直催天然控 无系灵 不做作 头皮零负担 法力超模 直催天然控 萌8566 直催洗宝路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华财经台 欢迎再度回到板田战法的现场 板田战法从过去以来 我自己当老师以来 今年大概是第16到第17年 那就很荣幸的在15年前 我进来的时候 那时候指数就开始冲弯点 然后经过一两年大盘洗礼 然后从此就隔了15年 再看到这个高点 那我没有预设过任何立场 今天开始我的讲法会比较不一样 我虽然过去跟你讲一路做多 没有改变 任何拉回都站在买方 但是我今天要开始跟你讲一些 你逢过要调节的观念 你拉回在低阶 那这个万点的行情 你要有调整的动作 为什么 我给各位看几个事实的数据 这是要周线 这个叫做周线 在15年前 民国89年88年的时候 当台北股市 这周线 我先让你看这是价量背离 这是价量背离 现在指数过高 量价是背离的 我先给你看一个大方向 所以为什么会跟你讲说 你要做一部分的调节动作 我们来看月线 这是月线 民国87年到89年 指数上10393 最高的时候 这边都还没有上万点 97年这边都没有 这是97多 这地方是上1万 那个时候在民国89年 睽違15年 各位你看当时量是这个样子 当时量这个样子 可是现在量是在这个地方 我必须跟你讲说 一定会震荡 从量仙价型的角度 一定跟你讲 这个地方一定会震荡 给我再给你看一个数据 昨天外资 礼拜五外资买了464亿 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 指数才涨115点 如果我们过去讲说 其实外资的买超 要跟大盘指数同点的观念 就外资买100亿 当天涨100点 外资卖100亿 当天跌100点 以前有这种同等观念 那各位你看 买了464亿 外资大盘只涨了115点 那就代表什么 过去在这15年前 在这边套牢的人 现在就纷纷开始解套 现在开始纷纷的调节 但是这个还是好现象 因为把筹码丢到所谓外资手上 好 接下来重点在哪里 注意听 当指数第一次 第二次来上万点的时候 出现量价倍 这还OK 都可以接受 可是它会出现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来 通常指数在过高 过15年新高的时候 它会见到三个现象 哪三个现象 第一个 追价的意愿会开始降低 各位现在拉着你的耳朵 牵着你的手 叫你跳进去买 你会说不要了 现在好贵 现在这边太高了 我再看一看吧 那种所谓冲高15年新高 站上万点 比如说今天到一万零两点的时候 突然就拉回了 突然很快就稍微杀回来一下 那都很正常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过新高的时候 通常会见到三个现象 第一个 追价的意愿会降低 追价意愿会比较保守 比较谨慎 比较小心 这是人之常情 那第二件事情会发生 就过去这张套的卖压 它会出容 各位昨天外资买了464亿 才涨115点 你开玩笑 过去外资买100亿 就是涨100点 外资卖100亿 就是跌100点 那个比例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现在是买了464亿 只涨115点 为什么 因为有过去套了卖压 要出容 好 第三个 有一些短线的抢帽客 在这边要下车了 过去在这低档买进的人 有没有 前阵子记不记得 政府关股基金 只要是低他就买 什么9503 9503 9503 连续出现三次 9508出现两次 9512出现一次 过去这地方买的资金 现在都开始跑了 有没有跑呢 我想我不说谎 给你看事实数据 我不说谎 给你看事实的数据 有没有政府在这边偷偷跑 来 你自己看一下 礼拜五的时候 卖超72亿 礼拜 礼拜四的时候 卖超72亿 礼拜五的时候 政府关股 八大关股行股 又卖超81亿 反正低都是他们接的 我讲真的 但是高都是他们卖的 所以我会拿这些事实 跟你讲说 为什么你接下来要注意 就是说 最大的意愿会降低 套牢卖压会出容 大盘短线抢帽客会下车 那各位是不是有拉回机会 但是拉回 我还是很诚实跟你讲 趋势往上 那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只是说 这地方大涨急拉 你不要追买 大涨急拉不要追买 可是量缩拉回的时候 量缩回修的时候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你一定要站在买方 这过去我讲过很清楚 那各位 这就是我们过去坚持的专业 一直跟你讲 可能很多人就一直跑去放空 不知道为什么 你看这两天 我给你看 你看这两天很多人跑去放空 你看这是龙圈 这个叫做龙圈 你看这叫龙圈 龙圈 你看龙圈是这样 指数长 龙圈就这样拼命放 所以我常跟各位讲 趋势是由结构来决定的 这个地方你不爽 你不要做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去放空 因为这趋势是往上 好 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 过去以来 你看我节目 我今天讲得非常清楚 万点以上逢高调节 拉回低阶 等它拉回再低阶 我想这个地方 很清楚跟你表达 万点行情要调节的动作 来 关门重点 我先跟你讲清楚 我再拿 我自己的操作事实给你看 第一个 股王股后 是不是持续创新高 如果一个股票市场的 股王股后 比如说股王叫做 3008大力光 敢一直持续创新高 各位你千万不要认为 这是一个空方行情 前阵子我说 你只要看三张股票就好了 第一个看大力光 第二个看鸿海 第三个看台积电 我说看大力光 就是看法人的态度 我说看鸿海 就是看市场的人气 看台积电 就看台股的方向 那个时候台积电涨 大盘就涨 台积电跌 大盘就跌 然后那时候鸿海 一直都没有资金进来 就代表市场散户都不看好 但是大力光一直创新高 从2820的高点 创新高之后一路走高 就代表大盘会挑战1万点 我讲过非常清楚 但是现在各位注意 股王股后 是不是持续创新高 一个叫做大力光 一个叫做3658的 一个所谓 在这地方叫做什么 叫做 股王股后 来看一下 汉维科 一个叫汉维科 有没有一直过高 只要过高 你就千万不要看 这是空方行情 好 但是重点来了 拳王台积电是不是走多 2330台积电 今天为什么不涨 那你就要去思考了 今天台积电为什么不涨 那我刚才不是跟你讲过了吗 将来会发生这三件事情 将来会发生这三件事情 当追价的意愿开始降低 套劳卖押出容 没有买盘力量 抢帽课又要下车的时候 大盘就会回档 但是回档再来买 所以万点以上 记住我的话 站在卖方 反正股票万点以上 你找好的点数 找这个好的股价涨的时候就卖 拉回来一定有机会给你买 好 这地方有机会 我再跟你讲 有机会 重点来了 我要拿我自己的事实实力 因为我怕时间不够 那在这边 我就拿我的事实实力给你看 各位记不记得 前几天在大涨的时候 在没有起涨之前 我曾经跟你讲一个 生物辨识的概念 记不记得 当时我在说 未来的产业跟它 都有很大关系 特别在物联网部分 然后它的产业将来 都是这种备注成长 当时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 记住这个点位 58块记不记得 我跟各位讲说 请你记住这个点位 58块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点位 来这个地方 58块你要记住 我说它是这波的 转折的低点 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切记 我说它是这个地方的 转折的低点 我说各位 一定要把它记起来 记不记得 我说隔天的时候 在这地方 有没有 我还是带你买 记不记得 前两天大涨的时候 两三天大涨的时候 我是不是跟你讲说 所有的持股 63.8以上 获利卖出 9.49分23秒 到了9.49分56秒 是不是来639 是不是全部穿价了 638全部穿价了 各位注意看 这两天 639当时最高卖掉 有没有再高点 没有了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 是跟你讲说 不是指数涨 就所有的东西都一定涨 不是指数跌 就所有的东西一定跌 是告诉你一个操作 正确的观念 是说这个阶段 我讲过了 再回到这张的指的讯息 它告诉你各位 操作一定要讲究专业 那千点 万点以上 我已经讲过了 你接下来 一定会看到 这件事情发生 追加的意愿降低 套劳卖押出荣 短线抢帽课下车 一定会看到 大涨急拉 你纵使不追买 量缩拉回 你还是要站在买方 可是你在这个地方 万点以上 你一定要听我的话 将来这个事情 一定会发生 古往古后 是否持续创新高 全王台积电 是否持续走多 外资买超 能否持续 期限货 都有无同步做多 虽然礼拜五 外资是买了多少 400多亿 可是我跟你讲 期货是放空 6000多口 然后在这个地方 内资散户是否跟进 量价是否配合得宜 亲爱的投资朋友 百年账马 从过去以来 一直坚持了两件事 第一个诚信 第二个专业 这个阶段我说过了 不管任何人来找我 我们的操作是 锁定特殊的一些 题材性的股票 低进高出 来回一直破断区间 一直做价差 一直操作 那到了万点以上 我会提醒大家 一定有些事情 你一定要做 第一个 万点以上 红刀就是调度 一定会有 拉回给你们买的时候 因为这三件事情 将来一定会发生 现在只是提前跟你讲 我觉得这个阶段 我能帮助你的就是 调整你的持股 然后呢 高出低进 在万点以上 学会这个赚成的方式 如果你不信 每天锁定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需要帮忙 节目中 绑到自行专件 欢迎大家进来 祝福你操作顺利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 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投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忘不了爱的滋味 爱滋味 欧帮你身心 我美方啊 请勤力体验 爱滋味 欧帮你身心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一起害虫 小免登革日并没闻 新鱼一体电纹箱 适用各种电纹箱器 新鱼一体电纹箱 鱼保护您 一家值得您托付一生的头顾 顾得头顾 顾得头顾成就您的梦想 完成您的愿望 在投资的路上 指引您走向成功的方向 最专业的头顾 顾得头顾 入会咨询专线 02-2579-1155 02-2579-1155 在科建学美语 就像在美国一样自然流利 我们都在科建